有这么一个地方特别有趣啊 穷人十分爱国 富人有钱了就开始计划逃离 这个地方对外国人极其友好 对自己的百姓再困难也事儿不见 全世界撒钱彰显大国风范 这个地方天天喊着人人平等 却把国民分为三六九等 处处都有特权阶层 这个地方警察不帮讨薪者维护权益 却帮着资本家打压工人 这个地方处处都是赞歌 但凡你说句实话 他们会说你在扰乱秩序 这个地方国民集体沉默 媒体行徒虚实 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解决发言的人 这个地方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没养活好 吃不饱 穿不暖 却满世界的献爱心 救护救难 你当你是谁呀 救世主观音菩萨嘛 那你得有金毛痕把自己修成正果呀 你什么都不是 你帮助别人 最终别人会怎么看你 你知道吗 你在别人眼里呀 只是个田狗 我们都希望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好 因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着 慈祥的老人 可爱的孩子 还有一群善良的人 你猜这是哪里呀 这就是印度一个拥有种族制度的现代民主国家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